大家好 現在戴上大學的那個 那個張聖強剛到時候到現場 那他一直以來在送電影場這個 大聚在台上指責相關的交通評估 就是張老師一直有積極的協助我們 去提出一些專業的論述 那我們現在先請張老師 跟我們發言 各位朋友大家好 那很抱歉因為我剛剛從台東回來 有點遲到 那應該講說剛剛有這個 記者們問我說 到底這個方案可不可行 那我覺得這要先定義什麼叫做不平行 或者什麼叫不平行 可以通過車子當然就可以了 路只要沒有塞住都是可行 都是可行的 那這個到底會有什麼影響或影響多大 我想還是需要比較專業的一個分析 那目前我們並沒有實際上的一些詳細的一個資料 也就是說要到底這些車流量 當初規劃的時候的車流量 還有他的一個車輛的組成 所謂車輛就是這樣 到底有多少輛車子 那這些車子裡面大車有多少 小車有多少 計車有多少 這些詳細的資料其實我並沒有 所以我只能講說 這個方案既然只可以畫出來 當然就是可行的 但是他的影響到底有多大 或者是說這個影響跟原奶 原酒所提出來這個方案去比較 到底影響差異有多少 其實其實需要有一些更多的分析 但是這個分析不是應該由我們來做 我哪沒那麼錢啊 我們都是義務覺得這個事情很重要 我們來義務幫忙做的事情 我們沒有拿遠雄一毛錢 我們沒有拿市政府一毛錢 甚至去開會的時候咖啡錢還要自己付的 那這樣的話我們提出來一個方案 我們只是在跟政府說 以路就數並非畫不出來 並非畫不出來 那畫出來到底影響有多大 你們應該去分析啊 那如果說還有其他方案 你甚至還可以委託其他更有 更好的更高頻的 這個交通的一些專業部分公司提出來 這個不同的一個方案 那重點只是在市政府 你的想法是什麼 你願不願意就以路就數 這一個當作是你規劃的一個 限制的一個條件 如果你願意把以路就數當作是一個限制的條件 工程沒有什麼不可能的 工程就會找出可以以路就數的一個方案出來 那你說什麼不對 他說塞車 那巨蛋做了以後本來也是塞車啊 那原來捷運的時候 你也認為說一個小時的疏散時間是可行的 還有什麼不可行 你認為用捷運去疏散這個巨蛋 一個小時是可行的方案 那我們這個一路就數 又有什麼不可行 這是我所想提出來的 這個基本 對於這個商務所 比較就是方案的一些觀察 那至於說到底影響有多大 我剛剛講過我也沒有基本資料 我也不想花這個時間 去做這件事情 因為這個是你們應該做的事情 這是他們應該要做的事情 那我如果都在做這些免費的工作 就讓很多年輕人沒有私貸 年輕人應該去花錢去頂做這件事情 我如果都在頂這些沒錢做什麼 做的事情 不是說我不願意做 但是我不要搶人家生意嘛 我不要搶人家的工作嘛 讓這些工作讓他們去做 那不曉得各位有個如果有 剛剛講的不是那麼清楚的 那有問題的話 我去幫忙一下 你出來丟臉 好 謝謝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